我们在录这个节目前一天吧 一起吃了个饭 我耳朵都疼了 闹他 我真的不想让他们来 秦潇贤爆打师哥 你听说过无关诅咒吗 腾讯视频迷魅专访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秦潇贤 进入无关以后你最大的变化是 来到无关 其实变化还挺多的 一开始接触这些姐姐妹妹姐妹们 他们来讲呢 有点懵 我们印象都以为他贼能得的 见到他第一面 就是他人是懵懵的 因为三个女人一台戏 七个女人 我天哪 真的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前一天吧 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互相认识一下 我耳朵都疼了 就是这般拉脑袋疼 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我习惯了 我不疼了 现在感觉一天不嗡嗡一下都难受了 再有就是来到无关接触了中国的这个武术 其实我最大的变化就是 起码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这个是来到这里我学到的一个事情 也比较开心能接触到这个事情 我本来自己就是做传统行业 但希望能让大家也能接触到传统行业 所以变化 可不可以简单摆两个眼穿的招式 下一个 下一个 最想推荐哪位师兄弟来武馆 我不会推荐等于舍的 我师哥们来武馆 因为快乐只有自己一个人享受就可以了 这舍尔太不好 我就不想 我真的不想让他们来 为什么让他们来 经营武馆和练习武术哪一个更难 经营武馆真的比较难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练习武术是最难的 因为我自己提不起兴趣来 那慢慢的练习过程当中 其实有了兴趣之后 我就觉得学习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难 那只要你自己感兴趣 你就可以学得下去 经营武馆来讲 其实最难的是 怎么能让年轻人去接纳这个中国的武术 这个比较难 有很多对武术有一些自己的固有思维 它的固有想法就是 我觉得中国的武术没有什么时事上的用处 最大的用处还是 让自己更有自信一些 所以我真的希望年轻人要接纳中国的武术 电影是电影 真正练习起来的感觉 跟看到的绝对不一样 用一个词评价一下董又林 一根筋 用一个词评价一下印章姐姐妹妹们 冒险的 他们词一个肯定是不够的 他们真的接触起来 就是每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 但他们这个还真是比较团结 他们时间互相来讲还是团结的比较厉害 一方又来八方这样的这种感觉 但他们真的是太闹了 真的就是我这个人挺安静的 就是实在是太闹了 你不是说录节目期间他们闹了 他们生活当中也挺闹的 爱吃吃火 不说名字 爆料一件武馆里发生了趣事 我们这个武馆有一个特别可怕的诅诈 这个诅诈是什么呢 每当战鼓响起来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掉进水里 他还不是一次掉水里 战鼓响一次掉三次 这个人可能脑子不怎么好 对德云读笑社第二季的名次上有什么期待吗 对德云读笑社第二季 我自己的预计排名 我可能也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吧 可能从最后一名到倒数第二名 差不多是这个状态 像这方面欠缺的态度 甚多 就不去努力的在这方面往回着巴了 有时候也着巴不回来了可能 如果团宗第二季设置一些武术主题 让你来策划 你会如何安排环节 秦潇贤暴打师哥 运输的魅力 让他们感受一下当沙包是什么感觉 作为习武之人 力道各方面都有增强 此刻最想和谁演一段舞坠子 最想演的这方面烧饼 我现在也是没谁了 真的是烧饼 我一个充全我就逮倒他 一句话安利一下咱们节目 想青春学用春 真用啊 真用什么玩儿 不来看我就用春呢 这么哼吗我们 给下一个小伙伴留一个问题 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 什么问题 下一个采访的朋友我想问你 你听说过 无管诅咒 厅厅就不那么恐怖了 好 fifteen だから 老师 我们下一个 kop 就是 рук